最近,长州西太湖旁的一间厕所被评为世上最无厕所 他的男女标志被汉字吐和凹代替 有人说,这是汉字的第一次世界通用 也有人吐槽,上个厕所,还要联想到身体构造上去 检验老司机的时候到了 不懂厕所暗语,就别脱裤子了 其实,说到标志,开放的国外友人们才是屋里全开 插头和插座,香蕉和蜜桃,甚至剪笔勾勒出的男女生殖器 都可以直接挂在门口,清新一点的 比如不同款式的男女礼貌,烟斗和高跟鞋等 而除了这次直出热搜的凹凸厕所 国人们一般比较含蓄,不过含蓄的花样也不少 相公,娘子,龙吟,凤鸣,还算简单 那听雨萱,听涛阁,还有书员呢 听起来这么高雅的地方,怎么敢有脱裤子的猥琐念头 可他们确确实实就是厕所 还有些厕所为了与国际接轨 干脆只写英文字母,知道些皮毛的年轻人还好 老人和孩子们可要一脸蒙蔽 有的厕所,甚至充满恶意地挂上了miss和mister 疯了吧,快收起体内快要喷涌而出的洪荒之力 回忆那些年达错的英语练习 人有三级,集起来哪有功夫欣赏创意 2000年,我国标准研究中心等多部门共同起草 制定了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作为符号标准 规定正确的厕所图形符号,因为黑色、蓝色、棕色等颜色的西服男士和裙子女士 白色为底,标志拍固定在门旁而不是门上 防止门开关时看不到标志 在公共场所,让人一眼扫去 就知道出现何方的标志,才是良心标志 毕竟选错了不仅尴尬 如果不幸长相违索,报警被抓也有可能